音乐响起 学员们随音乐一起表演首语 第一次上台表演 动作一点都不马虎 看不出原来他们都是专业的医护人员 此季吉达分会首次举办人仪会严席营 共有73名来自吉波两州的专业医护人员 牺牲假日齐聚在吉达金斯坦 参与三天两夜的营队 这次会来是因为觉得 自己当初做医生的初衷 已经不在了 好像迷失了那个方向感 所以说希望来这个CAM 可以找回当初的初衷 为了让平时忙碌的医护人员 可以疏解压力 同时也能体会医疗人文 除了专业医疗分享与交流 课程更安排访试活动 让学员们尽苦之福 尽而以同理心去对待每一个病人 不要摆架子 其实他们生病已经很辛苦了 所以我们从他们那方面 把自己当做他的家人 当我们家人生病的时候 我们心里的感受是怎样 这样我们对他们的时候就会很客气 要把那些很好的医疗人文 活在那个医护人员的心中 正所谓那个医人为本 医病为师 医病医心医人 全方面的身心灵的照顾和关怀 学员当中 专注在听课的还有这一对 印译物理师姐弟 在喜胜中心当护士妹妹的邀约下 一同来参加营队 虽然营队多数以华语为美介语 他们得通过志工现场的翻译 才能了解课程内容 但只要有心就不难 希望透过这次的研习营 让每一位学员 找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承担起良医的使命 大爱新闻 林秋芬 吴玉才 谭如卓 马来西亚吉打 采访报道